OdioJungle 人民网北京4月5日电,冯黎具外交部网站消息。 当地时间2018年4月5日,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的习近平主席特使,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,共同会见记者,王毅对俄罗斯不久前顺利举行总统选举,普京总统高票当选连任再次表示祝贺。 王毅说,中国也刚刚成功召开两会,习近平主席全票,当选国家主席,两国元首第一时间向对方发去贺电,随即通电话相互祝贺,这充分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。 王毅表示,中国两会和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充分表明,我们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得到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,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普京总统领导下,俄罗斯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心,克难前行,不断取得国家振兴与发展的新成就。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俄罗斯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,支持俄罗斯维护自身的正当和合法权益,支持俄罗斯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 王毅说,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仍充满各种不确定性,中俄作为亲密的战略伙伴,有必要加强沟通协作。 这次习近平主席派我作为特使访俄,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,体现了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优先地位。 王毅说,我同拉夫罗夫外长,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对表,达成广,范供时,我们一致认为,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,双方积极开展,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,能源,投资,基础设施,航空航天等领域大项目合作积极推进,人文合作如火如荼, 今明两年举办地方合作交流年,将拓展中俄关系的新空间,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协作,积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,在联合国,上海合作组织,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密切沟通配合,共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,公平正义,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,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王毅强调,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,是中俄关系的掌舵人,按照两国元首年度互访惯例,普京总统今年将访华,两国元首还将在多个重要双,多边场合会晤,双方将共同努力,全力筹备好两国元首,年内一系列重要交往,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。 王毅说,我和拉夫罗夫外长,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,深入交换了意见。 我们一致同意,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,国际形势越复杂,越需要我们加强合作,把同对方的沟通协作放在各自外交工作的优先位置, 就各自重大政策和行动加强协调,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